你好,公哥生物小讲堂 我们进入到第三章 介绍生物的演化 那一开始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演化理论的演变 先用这个学习概念图介绍一下 我们这支影片要讨论到的部分 目的我们都是为了要解释 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形形色色的生物 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 我提到制造 是因为其实现在如果说是像西方 以天主或基督教为主的国家 那他们的那个神创论是非常非常盛行的 您知道现在 到现在美国的中学教育 其实还有高达五成以上的中学老师 是会直接把那个演化论跳掉的吗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教这个部分 因为大家从小根深蒂固都觉得 一定是神造万物 那么关于这个神创论 它这个的是有哪些支持者 这是我们这支影片主要跟各位做介绍的部分 同时也会提到神创论要怎么样渐渐的 往演化我们现在所谓的天则 所着演化的理论来迈进 好那我们先来看现象 大家都知道 蟑螂我们把它叫做活化石 有些同学会误会 所以蟑螂活了几亿年 不是不是 蟑螂呢 现在有非常多种类 这边列的这几种蟑螂 除了我们最熟悉 最讨厌的美洲蟑螂之外 旁边这两种什么戴纹干连 跟哥斯大黎家的这个蟑螂 是不是其实长得还蛮漂亮的呢 好那这个蟑螂虽然现在 有看到也有不同的外貌 但是它的基本的形态 其实跟我们在三亿年前化石里面 所看到的蟑螂化石 其实形态并没有差异非常的大 除了可能体型大小有差 现在有个理论说 可能在古代的时候 大气里面的氧气浓度比较高 所以古代的蟑螂的体型 那个个儿头比我们现在 现身的蟑螂还要大上许多 但是其实长得都很像 好那么这个生物 它有办法随着时间慢慢的演进 然后会变成现在形形色色 不同样貌 到底是怎么样办到的呢 就算我们说蟑螂 它的外形没有差异太大 但是你看光是这个颜色 其实也有很大的差异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先来看看早期 我们对于这个物种 怎么会有现身这么多样化物种 的这个概念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先讲到古代的责任 亚里斯多德 那个年代当然 大家都是遵从神造万物 神花了七天的时间 创造了整个世界 而且在创世纪里面 是明白的写下这件事 然后也非常多相信宗教的人 是相信这件事情的 那所以科学家到了 例如说林奈这个时期 各位请看这个是十八世纪的时候 都还是以这个 西方都还是以这个概念为主流 林奈大家在国中有学过 他创了学名 二二名论 学名就是属名加总小名 是学名 创了那个分类的阶层 创了二界说 而他创造这一切的目的 都是为了要 把现在有多少种生物呢 尽可能的把它分门别类 那这个分门别类 例如说当时他创了二界说 把会动的叫做植物 会动的叫做动物界 不会动的叫植物界 而做这么完善的一个分类 甚至还创造每一个生物 都有他一个独一无二的学名 他的目的都是为了要彰显神的伟大 把它整理好 让世界上的人知道 神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所以他当时在分类的时候 他是就是用形态的相似程度 去做区分 去做分类 结果林奈他所创造的这一套系统 这个分类系统 分类的实在太好了 好到呢 再往后 大家站在林奈的这个肩膀上 慢慢的发现 林奈所创造这个分类系统 可以让大家很轻松的把比较相近的放在一起 所以似乎会有 有些物种长得比较像 有些物种长得比较不像的这件事情 所以到了我们这一个 现在我们后人把它尊为博物学之父的这个步风 这个步风他最主要是一个植物学家 这个法国的这个植物植物员 是他创的 那么这个 这个步风呢 他看了那么多的植物之后呢 他有提到这个概念 就是现身所有不同的生物 有可能 他是会来自有共同的祖先 等等 这跟演化 这个这个其实就有点演化的意味在里面 而且这跟神创万物是完全不能够被接受的 神创万物 神创论是说 神他说创造那么多种物种 那么他们就都在那儿了 所以他们怎么会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然后再慢慢的演化 或慢慢的生出他的后代 然后变成现在各式各样的生物呢 所以步风他是首先有提到 这个改变或演化的可能性 好 但是这个概念到了拉马克的时候 拉马克有想出一个理论 来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看看拉马克 拉马克他也是一个法国非常著名的博物学家 他早期也是一个植物学家 后来他又有改成去研究动物 而他所最著名的一个例子 在描述演化是怎么回事 就是在看长颈鹿 当时他看到很多长颈鹿的标本 或者是骨头 他发现呢 这个长颈鹿 他有 古代是有那个很短的短颈鹿的画石 或者的骨头 那么这个短颈鹿作为祖先 他可能很想 如果说环境 环境今天有所改变 他很想要吃到比较高的地方的树叶 这样子才不用跟大家一起去竞争地上的草 但是他吃不到 那吃不到的话 他就要想办法在这辈子之中 努力的去拉长他的脖子 拉拉拉拉 那么他所生下的小孩 也许就会有更长的脖子 然后他的小孩再努力的拉拉拉拉 他的小孩又会有更长的脖子 这件事情 我们把它叫做获得性遗传 获得性遗传的意思就是说 当这只长颈鹿 他在努力的认真的 让他的这个身体的状态能够改变 而且他是有动机 想要让他的脖子变得更长 然后可以吃到比较高的地方的树叶 所以呢 用啊用啊用就近了 越用脖子越长 而这件事情又可以遗传给下一代 所以让下一代 站在前一代的努力之上 可以让脖子再更长 再更长 用尽废退加获得性遗传 这两个概念 就是拉马克所提出 想要来解释 为什么现在会有长颈鹿 而这个想法呢 在后来的科学家魏斯曼 把他打枪 魏斯曼呢 他想用了一个有点残忍的实验来证明说 后天所获得的遗传特征 其实是没有办法 更正一下 后天所获得的特征事实上是没有办法被遗传的 他的研究方法是对老鼠做残忍的事 他把一对青代的老鼠尾巴剪掉 剪掉之后呢 让他们交配 所产生的后代老鼠会不会有长尾巴呢 答案是还是有 那么再剪掉 再剪掉之后 再让他们这两个剪断尾巴的老鼠再进行交配 产生F2 后面还会有尾巴吗 答案是还是会有 甚至他一直剪啊 交配剪啊 交配的做到了21代 发现 第21代的子带其实都还是可以长出长尾巴 所以魏斯曼用这个实验来证明说 我后天都把它剪断了 所以他应该会觉得这个尾巴留着也没有用 那应该要废退啊 但是到了第21代尾巴还是很长 我们现在想想看 这个实验是不是真的可以来证明 这个拉马克的用性废退是错的呢 刚刚龚哥在讲 这个长颈鹿 他会想要把脖子变长 是不是有存在一个动机 这个动机是他很想 很想要让他的脖子变长 他才会变长 这件事情其实在拉马克 他的动物哲学这本书里面 他也有用一种比较玄学的方式在描述 就是这个生物体或者细胞里面 有一种类似像精力或是能量的概念 所以他有动机很想要这么做 他才会做改变 所以我相信如果拉马克他有听到 后来这个魏斯曼用这个实验反驳他 他应该会觉得不对 因为这个老鼠他并不是自愿要得到这样的形状 而是被你剪掉的 好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课本都会用魏斯曼的实验来说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拉马克他的用镜废退是有瑕疵的 不过龚哥在那边做个结论 拉马克虽然说他的用镜废退的确没有办法解释 大部分我们的演化或遗传的理论 但是他是最早有系统的提出了演化这个概念 而且他很正确提出 刚刚讲到长颈鹿 长颈鹿的祖先短颈鹿是很想要因为环境改变哦 现在地上的草可能变得不够用了不够吃了 所以他很想要因为环境改变 所以他想要让脖子变长 让自己可以吃到比较高的树叶 而且经过累势慢慢的努力之后 随着时间这个演化会发生 好 所以这个概念本身应该是对的 而且拉马克非常深切的影响到了 我们下一支影片要介绍的主角达尔文 好 那这是第一支影片 先介绍一些早期演化的概念